他们调查统计95后02 不喜欢团建 你上班上班就是你别烦我 然后什么团建团队 你说保守主义我们应该讲community 对不对 共同体建设我们团建 然后大家增加感觉 别 我就愿意一个人待 我懒着也可以 我躺着那也可以 然后我跟我的宠物共处也可以 但因为在这个世界里 我自己是能完全把控的 这是我获得了一点安定感 然后我感到我的存在是真实的 是持续 这样他还可以讲出一个关于自我的故事 我需要我的小空间是可掌握的 是可预测的 然后自己在里面想有自由 对这种控制 就魔龙异常可能意味着 他们是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更加异化的世界 这是柏林奖的消极自由 这个是一个有意思的变化 你说他也不是激进 也不是保守 然后你会感到当下一直是处在一个好像待定的 转折的 但是往哪走你不知道 然后你会发现突然整个经济环境 中美关系 影响你的命运的要素变量越来越多 有些是你根本无从理解的 更不用说把握它 它是远方的 它未经你同意 就支配了你 影响了你 所以我也可以叫做远方的暴政 每个人都多多少有种失控感 一定是需要一个全球性的智力 才能解决 就是你必须有一个视角 是说 就像我们在 我们在这不能考虑说 上海 我们上海人怎么样 我们江苏人 我们辽宁人 怎么样 就是我们中国 那么你再进一步 你可能就考虑我们地球 我们人类 你必须要有一个人类内部的视角来看这些事情 然后要想它的结构是怎么办 以前有联合国 这都是机制 也不是完全真正的丛林世界 但是还不够 对于一个这么紧密相互依赖的世界 对于那么多远方的变量 可以影响每个人命运的这个时代 这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需要的一个世界秩序 和我们每个人现在的这个不安 味觉 过渡状态 它形成一个特别强的反差 你是存在这么一个更高的世界性的秩序 不知道 这是一个我们是不是我们自我安慰的一种方式 我后来也有一点探测 我说你当时真的是那么 其实我觉得他们有一点负担是因为家庭出生不那么好 我母亲特别是住在茂名路 欢海路那种地方洋房里 所以他们要用自己的革命行动来洗刷自己 要更要表现的革命才会 对 身份的胶着 我觉得是有这个 我妈妈她是上海广播合唱团 她唱女高音部的 她就去了西宁示范圈做音乐老师 我们家就住在那个学校里 那时候家属楼是在学校里边的 周围都是老师 有中科院的 北航的 他们都是支援边疆去的 有的是支援 后来我知道了 其实有一些是右派 我就等于发配过去的 发配过去的 我开始不能分辨 就有些人特别谦卑 特别低 我爸爸妈妈说你别问你小孩子不懂这些事情 楼上有一个老师 有一天晚上就是非常大声 我就偷听去谈 后来他打开门看着 我说你在干什么 他说是叫朗诵 我说写的什么 这是马亚科夫斯基的诗 我觉得好酷 这个马亚科夫斯基就是 这名字这么长 对 他说中国有一个诗人叫贺静之 就是跟着他的风格学的 后来有一天广播里 我听到贺静之的诗叫雷锋之歌 这一向来 假如我还不存在人世上出身 就在哪里才能开始 就是有存在论的那个东西 那是第一次我被诗歌打动 对于 其实对他们来说那是流放地 他们是一群被流放的来的人 对但他们不知道这个时代什么时候结束 这个经历其实影响我非常大 现实生活世界它是有背景的 那些背景呢 你没有完全的概念 你是没有把握的 你不能把握它 但你只有概念呢 你有一个跟这个现实世界的不接 对 所以到了上海以后 一直不是特别喜欢自己的专业 但我专业还读得蛮好 本科毕业的时候 就是专业分数是第一 然后就读了研究生 但一方面一直是在作家 画戏剧啊 演讲啊 这些圈子里 在寻找自己的那个热情 就没被满足那一面 你现在回起来 回到上海上学 当时因为这个气氛变化非常之大 对 你比如说十一岁小朋友很敏感吗 对这个变化 非常非常 对 我不知道你看到那种 用高速摄影剧拍的花绽放 你就是在一两年内看到人的衣着就开始变化 以前都是蓝的 都蓝麻 对蓝 那上海人有的时候会用一个小围巾修饰啊 有的时候口袋里放一块手帕啊 这种叫精致的那种生活 那后来就越来越 所谓洋气就开始出来了 学校里那时候 哪怕是一个理工科学校那时候 有各种各样讲座讨论会 有一个公共领域是 是那时候特别饱满 我找到一个东西给你 嗯 嗯 这一期 你们四个人的发言 哦 你记得吧 对对对 你看 哦天哪 我们实验了什么 87年 87年 2月对 嗯 张昭已经去世了 他是 哇 开始在光线传媒 后来是到了乐视 他乐视你知道很糟糕吗 对对对 哦 他需要乐视 那这个谁呢 陶俊是 陶俊是在上海 他电视台 嗯 刘洋是 特别是在北京 是变成是一个 就参加中国不高兴 那帮人里面的 哦 真的 有的时候 以前有个电影叫 大浪淘沙 是讲五四那代人 就四个人 最后大家走了 各种各种不同的道路 有点像这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我会对艺术的东西 有兴趣 嗯 但是也对 也对就是说 你怎么样 很深的 用理性论述 理性探索 就找到 好像比较深的 那个学术 所以一直是 彷徨 徘徊 激动 有的时候 焦虑迷茫 都是这样 最后就觉得 我们这一代人 嗯 就是整个你说从 文革结束 七六年 改革开放启动 整个生涯 就是中国这后四十多年的历史 就是你要穷究这些事情 就会问 为什么 然后 后来我觉得是一定要 把它搞清楚 你也知道 学术训练 它是帮你进入一个正轨的 所谓 你有一个眼光 有一个判断 但在很多领域里 你是要不断学习 九六年第一次回来是 因为又发生 你这五年又发生挺大的变化的 整个的气氛 人的反应 过去的朋友们的选择 那时候有一点 有一点 第二次回来的时候 大概九九年 就那时候就有互联网了 他写了文章 然后就发现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讨论 好像就是那个所谓 八十年的启蒙共事 就在那时候终结了 或者慢慢就衰落了 然后这也是很好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 我记得在八十年代那时候 你看编的那个文化中卫视 你说海德哥尔 像马尔库塞那些 其实已经在对现代性有反思了 但是那时候好像很超前 就是跟我们是没感觉的 因为我们好像还在评级当中 还消费主义 哪来消费主义 就是我发现 我那时候读 读那个马尔库塞 就这么单面人 就读到觉得 fancy 但是根本跟自己没关系 现在跟孩子 我在课上讲 你就是有切腹之痛的 你就是真是有感觉 所以就中国确实 在一个 在一个很强的意义上 进入了一个现代 这种浓缩感 就经验生活经验的浓缩感 历史界浓缩感 其实在全世界范围里面 都是很罕见的 或者你什么时候意识到 这种罕见的经验 可能是这代人做学术也好 或做不同的行业也好 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是 因为之前可能都认为是劣势 因为你觉得受的教育不够 惠乏 我什么时候觉得这种东西 我觉得可能是形成问题意识 会关系很宏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叫聚生认知 那种轻生感受 还是更容易让你获得历史感 获得历史感其实是比较的事 比较就是有时间上的和空间上的 其实没有比较是没有任何事业的 我们大概就经历了时空的那种比较 看到那种变化 也看到一个时代 它的特径性的相对性 因为你经过变迁以后 你就不会想当然说 这个东西它就会永远下去 都想当然的 对 所以说像我们这台 包括你们710后 甚至810后的早期 你们是享受改革开放 特别快的红利的 就是说我们老人这些 稀里糊涂就享受到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一下子空间特别大 然后你的向上流动 可能性他们现在就更难一点 那时候的励志的那些口号 你只要努力就会成功 就更大概率地可以实现 现在更大概率地是变成一个 别人的罕见的特例 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 到顶峰 现在我们进入到一个复杂的困难 很多挑战的时代 现在的很多社会年轻人感到的那种 不适或者矛盾或者困扰 就是那个假期结束了 是假日综合症 你开始是不接受 但是这才是真相 自顾 还是不客气就会与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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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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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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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你要从那个开始你就容易写 你那个太宏道 这个宏道是因为自己还没想好 我觉得是 这个是我为退休以后想的计划 但是对学者对知识分子 其实你并不存在退休 是 所以终身事业 这个话题就是 我觉得是有负担 但是没有这么强烈 我就觉得到最后 我不是要说 我迫使自己必须要达到什么标准 一定是说我感到 在这个工作这种活动当中 我感到幸福的 这个幸福不是说很快乐很舒适 就是仍然能够像我做 很多很多事情一样 就是你有努力 然后有巨大的意义感的满足 我相信这是 如果我寿命足够长 有生之年 能够完成这样一个尝试 因为原创性经常是幻觉 你以为你造出来一个 很漂亮的理论一种说法 最后他可能 继续跟某个人的东西 做个梦起来写手诗 原来宋朝人写过 还没人家写得好 对 路台好漂亮啊 上海挺丰富的 对上海真的是 它其实它层次挺多的 一开始表面上看到一个层次 下去之后慢慢有一个新的感觉 对 最有意思上海那个新天地 一大会指 开天逼地新天地 但同时它旁边那个商业的 那个开放的世界 你在新天地 同时听到三四种语言 你不知道生存何处 我好像也是 Double C C to C 世界主义肯定对我们这几代人都很非常的有诱惑 就是你所谓的新世界主义 就这个概念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个呢 最早其实它是来自一个 对专业学者常识 就是身份的建构性 你的identity并不是说就是一直如此的 那一般人不太会理解 就是一般会说 我的身上流着什么是不是血液 我有一个悉宁的基因或者怎么样 那这只是比喻的说法 因为只有生物的基因 才是可以无条件的承传下来 在文化上是没有基因的 你任何文化的基因 它是要经过制度实践 要习得的 它不能自然的遗传下来 要becoming 要becoming 但是其实建构是在关系上的东西 就是说只有我们发现彼此 我们彼此碰撞 你才能够建构 否则你建构自己的资源在哪 当一个人我们说 我的需求我的欲望 我自己的意愿 其实是生生不息的 在跟外部的 相互的互动之间来建构的 我们个人是如此 文化也是如此 这个概念有了以后 它只要克服的第一点 就是本文明中心主义 华夏中心主义也好 欧洲中心主义也好 遭遇 文明之间相互遭遇 像人之间相互遭遇 encounter 它是一个文化上的本体论事实 没有遭遇就没有文化 你没有文化的任何变迁发展 那遭遇意味着你的边界是永远是临时性的 你在任何一刻我们的边界 地理的边界 人口的人员的边界 物资的边界 信息关键的边界都是明确的 但是你稍微放在长城一点看 那个边界都是临时的展示 它是可以被改写 可以被模糊化 有的时候可以被打破重建的 否则的话 现在全世界应该是千万个小部落 如果我们都得见 那个边界从来都是不变的话 但人本来就是有那种强烈的两面性嘛 有时候又是模糊的 又是不断建构的变动的 它又渴望稳定的恒定的 我跟你不一样的 这种力量就同样也非常大 但它在一个好的秩序里边 两个都能够满足 就是我们又是一体的 但是它不应该是一个特别紧密的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生活 相对熟悉的安静的 但是你仍然是跟人家可以有交往 这是一个人类力量 不是说大家变成一个同质化的文明了 现在的困难是太紧的联系在一起 要处理东西太过于复杂 而且牵涉变量太多 会复杂非常复杂 当你看到 有些过去十多年 我们这种社会达巴主义如此之 越远越胜 这种感受是一个 我会震惊 它是 我不说反中国 它是背离中国一个文明传统 每每与共各每其每 这些传统 是中国文化的精华 现在一部分年轻的mentality 在这个意义上是非中国的 因为它第一个相信 强力实力 相信power 相信社会达尔文主义 相信弱肉强食 这个想法是非常西方的 是已经过时了的西方 西方当然现在还会有这样一个东西 但是至少在学界文化界 这个东西是会非常非常鄙夷的批判的东西 尤其是对达尔文的一个误解 达尔文是说 有一个diving fitness 是适者生存 不是强者生存 不是那个power strength 我们还是很多人相信 就是相信我足够强我就能碾压你 我足够强就把你 你如果说你是中国人 你中国文明当中最理想的最高的那个美好的东西 你就放弃了 你最后赢你可能变成了一个 反而是一个西方十九世纪野蛮的一种文明的再登场 这是中华民族的复兴吗 我不认为是 但是这是可以引导 我们这样讲 就职场上的这些 就完全那种残酷竞争的逻辑 它可能在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管用的 在现在不过可能 在现在这个时代 至少局部的在许多人那里 他觉得不起作用 所以他可能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存逻辑 当然知道你会说我太天真 或者太理想主 但是你先去问问 特别现实主义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吃得开吗 我用一个现实主义的标准评单 无论你当同学当同事 我们对那种特别巧于心计 斤斤计较的人 不择手段弱柔强势的人 他在哪个行业里 他在哪个小区里是特别吃得开的 他是不是会感到很多很多挫折 你去问 所以这才是你反思的起点 不是说你现实过得很好 我说哎呀人要理想啊 就像我们领导人说的 就是说斗则两伤 何则两立 这个在一步 这个道理 它正在成为世界的现实 它越来越成为一个现实的规范逻辑 而不是宫中楼阁 用罗尔斯的话说 我们提的这个vision 这样一套 叫realistic utopia 而是现实主义的托邦 它是有实践可行性的 要不然我们干 我们在做梦嘛 嗯 对那些看起来 每一步都很理性的人 最后变成一个非常非理性的一个举动 对对对 有的时候那个争论斗争是必要的 但是你要明确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如果认为现在美国 过去或者美国主导的那个世界秩序 不够公平 那么我们应该让它更公平 如果它的单方智力是不够的 中国是要跟他们一起合作 让这个世界更好 更讲道理 我是比较认同这样的前景的 虽然悲观的人比较深刻 这是福山最爱说的 我说不定 悲观显得深刻 对悲观显得深刻 悲观的那个 证据很多 对 小证据很多 但是不知道 这个当然是不知道 这里边我觉得知识和信念的因素都有 我们确实不能从过去推断未来 但是你从未来来猜测未来 你是更不可靠的 所以现在我们就处在这个时代 你相信 施米特 相信那个冲撞的 冲撞的敌我之间 对 施米特当然深刻 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说 我们明明知道人性有这么复杂 特别有这么的暗面 尽管如此 你相信人类会斗争会厮杀 难道比相信人类可以共存和平相处 更深刻吗 这是靠谱没有这句话 我觉得这词有时候挺让人迷惑的 因为以赛博林不是写论自由里面变析 那个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它有一点是特别重要 就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会讲 我们特别约束自己 反而是朝向自由 是那种自律 康德意义上的做自己的主人 就是积极自由 还有消极自由就是 你别管我 我自己愿意干什么干什么 但是麻烦在于 这两种自由都会被滥用 我们知道消极自由滥用 就是你最后 你自己放任了 放纵了 然后一塌糊涂 积极自由也会被滥用 是有自由的名义在压制你 自由是可以有的时候是受约束的 比如说战争的时候 安全秩序比自由重要 你就说这时候我们需要 付出一点自由来换取 换取安全换取秩序 但你不要说 就没有压引的自由 我们是为了更高的自由 那才是真正的自由 他认为这一套东西 就是所谓概念魔术 他说特别要警惕这个 我说这个他是真正的洞见 大家在996和躺平之间摇摆 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之间的斗争 真正能躺平 我觉得是很高的经济 很难 真正能躺平的人 你都不知道他是在躺平 他不宣言 我躺平了 这是一个宣言 你怎么躺平的 你还有趴着躺 还是养着躺 还是什么 还是撒娇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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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